第四場賽事 國際一級賽 2400米 浪琴 香港瓶 準備 好 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看到中間位置 有這隻當年情比較快 外面有這隻黃芯 外面位置是標誌5G 中間走上的就是這隻熱芯 看來也不方快 外面綠衫紅帽有生活格調 內蘭吉典娜 黃黑直奸衫是輕鋒飛 後面兩匹馬分別是多巴先生 和那隻是真強 剛剛第一次過終點的時候 放頭的馬原來是當年情 在第二位外面是熱芯 外面是吉典娜 第四位的馬還有這隻生活格調 外面第五 輕鋒飛 中間是多巴先生 外面是標誌5G 暫時電流藍衫白帽 那隻是真強 接近1600米的電柱 前面是慢慢放 當年情是佔先 熱芯咬著第二位 再看到在後面的第三 外面是標誌5G 望空上了一點 內蘭第四位是吉典娜 中間第五位的馬還有這隻生活格調 外面數出後面的三隻 輕鋒飛 多巴先生 外面還有一隻真強 接近1200米的段柱 前面還是當年情 按住來放 接著在第二位是熱芯 外面第三位的馬 看到有吉典娜 外面是標誌5G 第五位的馬 中間是紅帽 就是這隻生活格調 內蘭第六位 還有這隻輕鋒飛 在中間是多巴先生 外面的馬 還有一隻真強 過800米段柱 前面當年情還是佔先 熱芯已經慢慢咬上來了 再見到第三位有吉典娜 中間位置 生活格調 開始上了一點 外面是標誌5G 後面那三隻輕鋒飛 中間是多巴先生 外面位置是那隻真強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佔先的馬 看到外面熱心已經湧上來 前面是當年情 第三位中間有生活格調 前面位置還有吉典娜 外面追有真強 中間位置還有輕鋒飛 最後300米 外面一股作氣 中間是熱心 外面位置追有真強 兩隻馬中間夾著 還有輕鋒飛 最後200米 外面一股作氣 蓋上來是真強 中間是輕鋒飛 前面是熱心 第四位是吉典娜 接近終點 真強 贏出浪琴香港平 跑第二名 輕鋒飛 第三名是熱心 第四名是吉典娜 第四名是吉典娜 報二學 香港平 得主是一套馬的真強 紀人安 不過報速相當之慢 好慢 他都不放 真強 這次是留住 好像之前那樣 留住追 但可以 慢到生活格調都搶了 全程都失敗 都是爆尾 對 直路都爆尾 結果要當年整天擺在前面走 那當然不是他最好拋法 對 不過吉典娜也是守著內蘭爆箱 結果 最佳外觀獎 拿來 贏了香港平 八滑都贏過了 香港平 再贏多一屆 不過熱心這個第三名 我覺得有點失望 沒什麼威脅 對 是否真的跑多了 整個季度 拍下去明顯都不夠輕鋒飛折 對 你的步速是慢的 你已經在前面咬著 漂亮的位置 非常好 恭喜 這是第二次的香港瓦 你應該很驚訝 是 是 我會見一位 很久以前 你知道我嗎 是 我知很久以前 跟 風格 我跟 王德 同時 也真的 很強 為你 好 你 很深刻 他應該的 他應該的 很好 剛剛 他應該的 他應該的 他應該是 很好 但 他應該是 他應該的 好 在香港的早上非常好 所以全是完美的 隊伍,順便訓練了一段時間 謝謝 時間很慢,2分30秒12 四連環預計派賽 1號、3號、7號、9號 派281元 慢了三秒 四重賽預計派賽 1號、3號、9號、7號 順序派8813元 曾強遠征過杜拜草地大賽 3月的時候 都跑過一些比較硬的地 那一場都第六個追回 但今天的路程更適合他 2400 剛才幾人的訪問都提到 其實你跑到沙田 特地都有些驚喜 主傳人們問到 今天都比較好自快地 第四場就已經復榜完畢 派彩作食 麥為治Q 一搭三派46元 一搭九派28元 三搭九派32.5元 二重賽 1號、3號順序派390元 四連環 一號、3號、7號、9號 派281元 四重賽 一號、3號、9號、7號順序派8813元 四重賽 一號、3號、9號、7號順序派8813元 第二口、Mati 頭關4號、6號、9號、 尾關1號、3號、9號 派31,970元 麥寶實勝水 最後打到5倍 Win 你說這場比較慢的步速 其實都是有得追的 恭喜幾人安 這隻馬真的很彈性的跑法 放頭、後上 很多跑法都能夠跑得好 對 上次八人大賽四隻馬 就自己放了 有贏 今天步速慢一點 後上贏 現在Dena這麼慢步速 就很難爆得起 雖然說放好位 他喜歡跑到快步速後上 他喜歡跑到快步速後上 拿回第四 又是未能破門局 Sunday Racing 池江仔又是未能贏到 跑到2 輕風飛 他回到最後那300 都鬥了一段 但最後那100 很明顯增強的走勢 更厲害很多 幾人安 毛鎮鵬 就回到德國 下季島繼續拿回廢伯華 馬跑 練衣服都是給他的 主帥 即是跟馬主的主任騎士 不如拆騎機地 就不同了 對 來看看曾強的部署 是否都 杜拜 司馬經典賽 這次可能跑得長一點 去年 在林跑杜拜之前 都跑到膠沙 整場 但去年沒有來香港 今年不同 來後應該休息一休息 再過去那邊 年紀又大了 甚至沙特也有些長途賽事 還有今季度 杜拜的賽期有些不同 即是沒有了 超級星期六 將賽事吞前 打散了 不要跟沙特的賽期那麼近 紀人安 第二次 八環很久了 博爾吉瓦就贏了 韓國平 一隻富林特棍 法國大師來的 真是惡白人 廢伯華這些 富林特棍那時都 2014年 壓到藍王子的衣服 香港平 通常都是外隊天下 法國代表 先贏一場 待會還有法國馬 看現場頒獎儀式 各位來賓 浪琴香港平 頒獎儀式 現在開始 各位來賓 浪琴香港平 頒獎儀式 現在開始 各位來賓 台中的角度 來賓 迎賓 頒獎儀式 挑戰 頒獎儀式 通常 南裏 香港平 已經是名花有主了 這又是法國的真強勝出 恭喜 恭喜你 請我現在邀請隊員 Mr.Lester Hwang 去表演 Longjin Hong Kong Vars Trophy 和鴻鴨鴨鴨 為我們的勝利主持人 和弟弟 的勝利主持人 而勝利主持人 是獲得的 為隊員 Andrea Farb 恭喜你 我們本會董事 王家純先生 剛剛頒發了一個獎杯 所以就給我們的勝出頭馬 With Dime and Fair 我們的馬主 我們勝出頭馬就是增強的 Mr.Hwang 請給我們的勝利主持人 Mr.Andrea Farb 這個時候 王家純先生 就頒發進馬童場 給我們勝出頭馬的 連馬師輝巴華先生 當然是我們的勝利主持人 Maxime Guillaume 也有頒發給我們勝出的騎士 紀仁安 恭喜 恭喜 and thank you Mr.Hwang 謝謝王先生 接下來我會邀請 Cecilia Kwok Vice President Longjin Hong Kong 和Mikau 來表演Longjin Watches 我們的勝利主持人 Trainer 和Jockey 現在我們有請 浪琴香港澳門區副總裁 郭靖心小姐 自送浪琴標 給我們勝出頭馬的 馬主 連馬師 和騎士 Jockey Thank you And our Trainer Congratulations and of course Our winning Jacqui 最後也邀請我們的勝出騎士 去接受這名貴的換錶 謝謝 現在我想邀請Maxime Guion 來表演一櫃桃的花枝 給Kwok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勝出騎士 自送花束給Kwok小姐 謝謝 我想邀請我們的觀眾 來表演一張強烈的照片 請在一起 我們拍一張大合照 我們望遠處的口令 我們很期待所有媒體朋友 現場前的強烈黑的照片 恭喜我們你們 在前面的小愛 crypt 請留在這裏 請升上來 請升上來 為了勝出頭碼 所代表的國家 法國的國歌 我們有請各位起立並脫帽 作詞・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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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浪琴香港平的頒獎儀式 來到這裏已經圓滿結束了 我們待會第五場賽事之後 浪琴香港短途錦標頒獎勵再見 這裏已經成功了 好 看看浪琴香港屏的直鏡 一開始的時候 你記得潘頓 稍比當年程後 左望右望 沒馬走 結果他自己要走 莫雷娜的生活格調 一出閘已經很搶口 段聰一慢 熱心在他旁邊 現在在前面 外面是標誌 五支 裡面是興風飛 以及吉典娜 暫時尾以位置 灰馬 多巴先生 和贏馬的增強 其實慘的生活格調在日本 他跑了一些大感覺 步速比比較正常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上來2400 鬥完一輪 回來馬就不強 看看是否能力 都輸得挺厚的 反而真強 很厲害 索性 今次決定留著跑 雖然大家猜到步速不快 但這馬的跑法相對彈性一點 今次決定留著 但你見到他Sir 也比爆炸力還好 我覺得今天的步速 對他來說也是 這些要長程路 沖程牆 但便會輸在裡面 不過幸好今次見到連達文 就不堵塞了 起碼拿到山位先走 有時你知道小馬的場合也會堵塞的 不過步速是很慢的 26秒7 25秒64 26秒多 這場又沒有變咒 何摘堯 多巴先生都沒有選擇出來 走一段上來也沒有 可能是一級賽 甚至巴道也不停在外面 其實開頭想著會不會在巴道 這裡多放兩步走 也沒有 真強反而是全程 跟起來的Traveling 就很輕鬆 他很早都轉到第三疊了 即他不是在多巴先生後面 一路走著 可能這些馬氣量好 索性走多一點點 一路走著外面 他轉第一個馬防彎的時候已經三貼了 反過來輕風飛 裡面等位置 吉典娜就如你所說 步速一萬 不適合他爆 這隻馬是要快步速才撐得厲害 但望一下出來的 這裡以為不贏也第二了吧 即過了當年程 所以其實這隻第三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你看這隻馬在歐洲跑出來很鬥得 人家一拍出來 馬再加速 但是今天就不是了 你看見那兩隻一上來 他就頂不住了 所以就看看是否跑完紅寶錶 你又飛完美國去跑呢 用力都挺多 這座潘剛才都被人壓一壓的 因為裏面真的增強 一直都壓過來 輕風飛這個第二就很篤定了 是的 再進步一點 回日本也有機會贏到大賽 繼續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6秒7 25秒64 26秒1 24秒86 23秒23 不斷23秒59 總時間2分30秒12